8月12日,45车满载着36.83万片口罩和94.9吨熔喷布的75061次中欧班列,西安至米兰防疫物资专列,从西安新树车站缓缓驶出,一路向西津阿拉山口口岸驶向意大利米兰。 东南亚的、北美的、亚洲的都有,我们一定把口罩足量地供应到出去。 西安公共班列运输,具有发车时间固定,运输时间稳定,运输环节少的优势,入境欧洲后可减少一次换装作业,解约一至两天的换装和等待时间,防疫物资将会更快地到达米兰。 今年咱开行了一趟宽轨直达斯瓦夫库夫的这么一趟班列,这样在整个运行过程中,中间只需要换装一次,大大节省了中间的换装,还有转运时间。 时间,时效呢,从原来的大概15天,到现在的大约能节省到10天到12天,多有这么一个时间。 在整个组织发运,到米兰的话,可能也就15天的时间。 未来两个月,还有上千吨用于口罩生产的熔喷布和上千万片口罩,通过中欧班列从西安发往意大利,保障当地的防疫物资储备,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中国力量。 据悉,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,中欧班列西安共运输防疫物资1521车,12719.6吨,为开展国际防疫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。